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今天咱们和大家分享一些裂纹蛇的知识 生活中蛇面上有裂纹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 包括咱们生活中也是普遍常见的 因为咱们普遍认为蛇头上有裂纹是阴虚精液不足所导致的 但是同时也会有气虚 湿气重,肝气愈结也会导致这个裂纹蛇 它是和阴虚并存的 今天我们就通过几足的蛇像来帮大家认识一下裂纹蛇 我们来谈谈裂纹蛇的一些个常识 我们首先看这个 这个是蛇质比较娇嫩的,也是比较水润的 因为它的裂纹,这一部分是裂纹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它这个蛇面上点点的这些地方 我们看泛着的都偏于水滑的这种情况 它这个是有湿域的情况 既有阴虚又有湿域的那个情况 像裂纹裂到这么深 虽然这个不多,裂到这么深 这个呢,是圣经亏后到了一定程度的原因 像这种裂纹 但是它还是有事的 我们说过这个阴阳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像这个裂纹蛇这种体质呢 它不病了,还好 如果它一旦得了这个病啊 它的病是比较缠绵难遇的 这是这一种裂纹蛇 还有呢,像这样的裂纹 裂纹裂的也很深 然后我们看到舌尖上呢 舌边尖偏于红 其实看起来呢,会更干一些 这样的舌像呢 这里面 除了干一样,这个舌头上其实已经有一些疮一类的 这种裂纹和结合这样的呢 往往就会出现这个舌头偏痛 升级到了阴份 我们看它的舌体呢,偏于胖大一点 这是它的这么一种情况 来,我们看这一种裂纹 像这样的裂纹 你看裂纹呢,沿着中间的以后呢 形成了这么多一个分叉的 就像树枝一样的 还有这些 在舌头的分布呢,又比较致迷 这种往往是有淤热 起热呢,在干的一个原因 像这种呢 你看裂纹也会伤及到阴份 但是呢,它呢 往往还伴有淤热 因为它不是像刚才前面那种裂的那么深 它是分布到上面 每个都不深,但是都有 你像这种呢 就我们就认为除了阴虚以外呢 它还有干预 干预呢,还产生的有热 这是这个舌头的一个问题 来,我们看这个 这个舌头呢 就是我们说的 湿气偏重的 裂纹很明显 来,我们看 包括这里 然后呢 水湿呢 也很明显 舌尖的地方呢 没有什么胎 只是有一点点的红 这是上胶有点虚热的问题 我们说过 偏于嫩 偏于胶嫩 然后它呢 反而没有上胶这一块呢 没有特别深的那个裂纹 上胶是有虚热 这个呢 属于这个 湿域 金葵 既有 阴血亏虚 金业不足 也有 湿气停聚 我们看这个 这上面 还是很明显的 有这个 湿的这个情况 这说明这个 水湿停聚了以后啊 导致 湿血组织了 气机的运行 也同时会导致 我们这个 金业亏虚 因为金业不布嘛 就是说 有的地方 水 它还反而多 有的地方呢 还有阴亏 但凡这种舌头呢 它有一点麻烦 就是你去湿的时候 不要伤到阴 滋阴的时候 又不能挨着这个去湿 所以这是这一类舌头 我们治疗起来的时候 偏于麻烦的一点 像这种呢 可能治疗起来呢 是病程时间要长一点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健康问题 也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进入主页 看我第一篇微头条 进行咨询 关注王医生 一起做中医传承人